顯為一喔 找到獲勝的方式 對 事實上呢 中國的丁玲李小小 本身來講 這一場球賽 打起來是蠻辛苦的 但是最後還是以他的經驗 來獲得了這個球賽的勝利 那也可以看出啦 那因為改變星球之後呢 是不是打法上各方面呢 應該有所變化 以至於這個比賽呢 大概連石川家純都有機會贏球的 但很可惜是落敗了 沒錯 在 季軍戰的部分 首先就要來看到的是 包括今年像是歐洲球員波打 都是打的蠻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 過去從來沒有在 女子世界杯殺定八強過的選手 卻在今年一路過關斬將 甚至在四強戰面對李小強的時候 都有不錯的表現 對 那也可以看出 匈牙利的波打本身呢 當然是歐洲的球風 屬於力量型的打法 能夠闖進四強呢 我想跟本身呢 在球體改變之後呢 是不是說我的整個爆發力更好的話 殺傷力更強啦 那也可以往後的比賽可以做一些觀察的 好了 當然目前在轉播訊號的部分 因為未先訊號的關係 所以畫面上面是有點停格的狀況 那這邊也要請觀眾朋友見諒 那不過呢在 這場比賽開打之前 當然要提到在石川家純的部分 其實在四強戰面對叮嚀的時候 也是把他這種攻擊性給發揮出來 在八強戰打拼個招手槍的時候 其實石川家純自己就有談到說 如果他能夠把他的這個 進攻的積極性給做出來的話 其實在場上還滿有殺傷力的 那面對到歐洲全球員波塔 其實也是反拍進攻非常強的一位選手 這邊要請周老師來談談說 那面對到波塔這樣的對手 歐洲型力量型的打法 那石川家純要怎麼面對 對 事實上以日本的石川家純的打法 他是以快節奏來控制對方 那對上匈牙利的波塔 那波塔本身 他的步伐的移動會較慢 所以說石川家純如果要擊敗他的話 可能左右兩大角度一定要調動他 尤其波塔的正手位是比較弱的一方 所以我想石川家純應該是賽前有做好這個準備 那波塔來講 基本上他得分還是用他反手的強力的進攻 這個部分可能石川家純特別要注意的 對 在前一場四強戰 從波塔跟李小霞的比賽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歐亞球員在腳步發揮的一個細膩的程度 雖然說波塔的反手拍這邊殺傷力是非常強 不過可以看到李小霞頻頻的 去調動他的正手位 這也讓波塔不得不移動的情況下 好像就打得沒有前面面對江澳軍打得這麼出色 對 當然比賽每一場 或是每一局或是每一球 選手場上隨時要改變 一定要對你最有力的戰術做好準備 那當然這就靠經驗 那以石川家純來講 他是屬於發球搶攻非常強的 那也可以說是發短球之後搶攻 那面對匈牙利的波塔 他本身的接這個短球的細膩度或變化 可能稍微差一點 所以這個部分 就可能對波塔的接發球這一方 可能比較不利 是 那其實剛剛朱老師有談到說 過在今年國立做總 八月份之後採用這樣子 新的塑膠材質的球之後 因為球的半徑 其實比起過去 塞路肉的球 也稍微是大了一點點 那球整個 施旋轉的這個程度 跟過去有點差別 像是幾位中國選手在談到說 面對新球上面 好像也還是要花點時間去適應 對 事實上乒乓球這項運動 是很細膩 技巧性很高的 事實上呢 他球體改變之後 一定會影響 擊球的整個節奏 甚至呢 擊球之間的摩擦力 跟撞擊力的不同 還有揮拍的軌跡呢 事實上他都是要有一定的改變 那這個都要靠選手跟研究單位 慢慢的去適應 那原則上 以我們像中華隊的總教練 喜鴻桿教練也談到 以他們這樣嘗試呢 就是說這個球體改變 塑膠球之後呢 擊球的時候呢 發出去的力量呢 等於說他的球速會比較慢 還有旋轉會比較弱 所以這個可以看出 以這樣的理論來講 是不是一個選手呢 可能本身身體的肌力 肌耐力爆發力都要加強 這其實也是在換球之前 在討論的時候有談到說 這樣子 球的改變可能對於歐洲這種 力量型選手的打法 會比較有利的感覺 因為他們 因為現在的星球需要用更多的力量 才能去製造出比較強的旋轉 對 應該 在理論上是要有這樣的發力 當然 在這場球賽 你可以看出 可能就是 日本的石川家村 不強調力量 強調是速度 波塔就是強調力量 對 到底兩個哪一個厲害 可以看得出 直接端倪 那 在 兩位選手的個人資料的部分 今年石川家村 在來到世界配之前的 世界韓民 仍然是保持在前十名 目前也是 日本對女單的領軍人物 在 倫敦奧運其實 已經創下日本選手 第一次能夠闖進奧運單打四強的紀錄 結果接下來 上海蠱蠱蠱蠱蠱就是在2012年的 里約奧運 甚至說 在2020年的 東京奧運 都可能是石川家村想要去追求更高成績的機會 日本應該是 最有可能 國牌的就是 十三家球 所以我想 他的訓練 除了 你隊的訓練 還會加強藍隊的圖練 增加他的球的力量 對 也包括了說 石川家村也 到了中國去參與他們拼超聯賽的賽事 目的就是希望能夠跟這種 更強等級的選手 長時間的訓練 對戰 這樣能夠讓自己的球技更加提升 不過當然 講到 石川家村今天的對手 波棠在歐洲俱樂部也是 相當各有名的一號人物 兩位選手在過去曾經有一次交手的紀錄 在2011年的波蘭公開賽 當時是由波塔以4比2獲勝 這是雙方第二次的對決 第一次的比賽 由波塔先來發球 而他也順利的搶下了第一分 一樣波塔比較擅長的發球方式 還是用他的反拍為主 對 對 一般歐洲的選手蠻多的都是站反拍發球 那他基本上是不做側身 所以他站的位置是偏中間 一比 好搞不好發球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以 石川家村呢 發短球之後呢 波塔大部分都是所謂的搓下弦 做一個長球的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石川家村就可以掌握一個進攻的戰術了 好搶攻了 好球 好球 把角度給打開來了 這就是左撇子球員在面對 右手持拍球員的時候 可以運用到的一條路線 對 那他也很清楚喔 波塔的這種 所謂的步法上是比較差的這個部分 所以一開賽呢可以很清楚 哇 這時候呢波塔呢 早就等在他那邊喔 直接的重板的扣殺的動作 那波塔他的打法上 反手呢會有加旋轉的拉球 正手呢 大多呢 我會做一些 以扣殺為主 扣殺為主 哇 這個球你可以看出 波塔的反拍的壓制性非常的強烈 3比3 所以在前半段呢 也都還在 互探對手虛實啊 看看今天 這個球路啊 跟整個移位的狀況怎麼樣 那石川家村部分 當然還是要把比賽的節奏 盡可能的帶快 因為這是他比較擅長 也比較喜歡的節奏 一分落後 兩位選手其實在今天的比賽過程當中 也都曾經被 對 主審喔 挑過他們的發球喔 不管是拋球的高度還是拋球的方向 對 哇 這個球 當然石川家村呢 拉球的 位置呢 剛好又是反手喔 你確實是 這位波塔的反手的能力呢 非常強 5 3 好球 這個球 一個一左右的調動 是影響到波塔正手的失誤 是 其實現在畫面上帶到場邊 日本隊的教練團 他們的 整個分工上面也是越做越詳細 有點朝中國看齊 包括說每位球員 各自有主管教練 再有統一隊這樣的教練 所以分工做的樂器 自然能夠對選手照顧到更細的地方 5比5 發球拳又回到石川的手上 哇 這個球 石川家屬拼命的往右邊 波塔的正手 一直擊球 打太多也不行 應該有一點點 直線的反手 調動它一下 哇 這次也是快來快去了 這次石川家屬比較擅長的節奏 想辦法呢 以速度的 弱點變化 讓波塔的重心不穩 就達到最好的效果 6比6 又一次的打平了 哇好球 反手的發一個 上線球 直接呢 衝上石川家屬的 靠近身體的位置 所以第一局其實 雙方也是都互有往來 現在來到7比7的平手 這兩球呢 對石川來講 應該有機會進攻的 畢竟波塔的接短球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很大的威脅性 哇 這個球 拉球的質量不足 那 以波塔來講 他的正手呢 雖然不是強有力的拉球 但是他的 所謂的扣球 這個力量是滿大的 7比8 石川家屬的第二次發球 好 好測開 對這板球 應該要進攻的 1 2 這一次若聯的變化夠大 因為感覺上 從前半段看起來 波塔 在跟石川家屬的球 好像都還跟得上 1 短球的處理 對 稍微插到球網 石川也是很有經驗 他知道 這個 如果對上歐洲的 盡量有短球 配合一些戰術呢 是最有效的 又是10比8的領先 兩次的發球 我想就以發短球 做一些進攻 前面好像比較少短球區 但是來到關鍵分的時候 關鍵分要一短球 對 短球進攻 一個插網 一個插網 10比8 兩個局點的機會 哇 這次想要拉一個比較大的 比較深的弱點 這自己 沒有打好 這個 最拿手的 側身的 這一板 自己又打 出界 對 還有一次的機會 喔 這次波塔 想要打中路沒有成功 第一局的比賽呢 最後石川家屯 以11比9 兩分的差距獲勝 在這場 季軍戰呢 1比0 暫時領先來自匈牙利的波塔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2014年女子世界盃 現在進入到最後的決賽階段 首先登場的 競技軍戰呢 第一局 石川家屯 來自日本的好手 是以11比9 兩分的差距贏的下來 雖然說在前面看起來 雙方打的是旗鼓相當 但是關鍵分上面 石川家屯的處理起來 還是比較細膩一點 一般來講 可以看出 主要是後段 石川家屯的發球 或者接發球 可能會做一個短球的回擊 這樣會讓波塔根本沒攻擊的機會 第二局的比賽呢 要先由石川來發球 哇 這個球接球 就非常有變化性 那波塔呢突然一個 近台的一個波攻 那在處理上呢 是屬於攻擊性的打法 可是大概也是波塔 整個比賽打下來 很重要的 武器啊 球鋒啊 不管立即拍 就是盡可能的 能攻擊的時候 就不要錯過 一樣的 不斷的加壓 去壓迫到了石川家屯 這個可以說 能夠跟波塔 反手對抗的 應該是不多了 哇 發球又警告了 不能往後拋 一定要垂直向上 又是反手的拿分 他這個感覺上 石川家屯呢 應該要有一點點 變現 這比較好 1比3 哇 想要利用出台的機會 多加一點力道 這個石川家屯呢 自己都會比一比 要用 要用頭腦 要用頭腦齁 好 事實上 就是 以短球 可以做一些進攻 短球 哇 漂亮 這個揭發球 這個擺得應該有點短 還好 石川家屯還是輕輕的一拉 因為 處於要出台不出台的狀況 所以整個 排名必須相當貼近球桌 還是能夠拉到 還是能夠拉到 你可以看到波塔的擊球 其實不球快 他是球 力道要夠大 對 石川是要拚命想辦法 從這當中的把節奏給拉快 哇 這個 這第二集的過程 齁 石川家屯的打的位置 太多反手位喔 當然你波塔來講 他主要得分 就是反手的一個 前衝式的拉球 所謂的加快加賺的拉球 所以選手的戰術齁 一錯誤呢 就是落後 對 應該壓住他的 哇 現在整個士氣呢 完全是匈牙利的波塔 掌控了 終半段呢 連續拿下分數 現在領先已經來到5分了 石川家屯真的是 有點摸不著腦袋了 怎麼感覺好像怎麼打打不進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對 好球 直接拉向 波塔的中路 這個位置是波塔也是 應該是一個落洞 這邊在揭發的過程當中呢 又發生了下往的失誤 好球 好球 要多做變現 4比8 好球 這個突然的長球 事實上 以波塔的揭發球 他一定不會側身的 所以你發直線長球呢 他最多就反拍 也是帶起來而已 所以長短的變化 還是做一個短球 好球喔 又是先把波塔往他的右手邊 稍微調動一下 再突擊中路 中路還是要 偏右跟中路為主 哇 這個位置呢 對波塔要發力就很難了 哇這次直接去拚波塔的第一個發球 現在實穿加純 從原本最多6分的落後 追到只剩下1分的差距而已了 這次 第二局啊 這時候 匈牙利的選手波塔 喊出暫停了 哇 看得出來實戰家純 來到場面找教練討論的時候 對於自己今天 好像正拍沒有辦法活絡開來的感覺 打得有點僵硬 對有點僵硬 事實上這個七戰四勝 第二局呢 波塔呢 就已把 唯一一次的暫停用掉 這才很少見啦 事實上 當然 每個選手都想贏球 當然講 你波塔是想說 把我這一局 拿下來 重新開始 對 這個位置專家純來講 他現在 應該是屍體 正化的時候 就這樣 你彈得到 希望 能夠 只想到 這波 佔領完之後 一直把分數可以反超 特比 跟一比 這個對決總統的 心態上已經差很多了 不過 我今天 這個比賽要說 這個 我想看到 實在在讓你們自己 拍外表 再會支持自己的通道 好像有些 自己想打的東西 可以把它打出來 應該是 打太多 就是 第二局的開局 太多打 打向波塔的反手位 像現在後段 就可以看出 到底石川川城 他的戰術 所謂擊球的弱點 是不是會偏中或偏右 好 波塔的發球 往中間 哇 確實是往中間 中路 那 做一些 電話 這其實是在第二局裡面 滿有效的一個方法 就一開始先把弱點打開之後 再突然加快 去打波塔的中路 8比8了 所以 叫完暫停之後 波塔回來 還是沒有能夠守住自己的領先 進攻 正守 又是機會球 自己 失誤了 這個 完全是 磁酸教訓掌握 他應有的一個戰術 但是呢 沒有執行成功 波塔再度取得一分的領先 不過還要來接石川家純的第二個發球 哇 這個太傷了吧 太 哇這個球 比前一球更好打 可以看得出來 石川家純這一球 沒有拿到自己表情也是 滿沮喪的 最後還是打向反手 當然 波塔就不客氣了 對 就算是中路 如果波塔準備好的話 反拍的威力還是滿強大的 結果最後第二局的比賽呢 是由匈牙利選手 波塔11比8拿下來 現在雙方在前面兩局打完之後呢 贈成了1比1的平手 為雙語播出 歡迎再度回到艾爾達體育台 欣賞女子事業盃的轉播 日本選手石川家純跟匈牙利 波塔的對決 現在來到第三局 石川家純很可惜喔 在前一局 可以說是該贏沒有贏下來了 幾次機會自己沒有把握住喔 讓波塔最後把戰局給扳平了 現在等於重新開始 由波塔先來發球 哇 第一個波塔發球太長了 喔 這個是直接發長球 對 去擠石川家純的身體喔 波塔第一球被你抓到 那乾脆再來一次 一筆 一筆 哇 這個 看起來波塔齁 大家也知道說 可能 對手石川呢 正所謂蠻多的 他是逮在那邊直接的重扣 這個是在進攻上呢 不同的一個技術 對所以 其實面對石川家純的力道 感覺波塔 處理起來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 就算石川家純已經有發力了 但波塔 因為他佔的位置 稍微也往後退 也往後退 對應該來講是日本的 這些女子選手齁 在進攻的力道 本身就是一塊而已 可是事實上 力道不是很強 就是很快而已 還是 就是 中路 偏右的中路 所以只要讓波塔 稍微 等他這種 正拍接反拍的 這個姿勢一變之後 馬上就會有空檔出來 事實上 即使他打到 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力量 你只要不要說偏左手的位置 那波塔呢 他因為他習慣性的揮拍軌跡 他當然會製造很大的旋轉 你就是不要進入到他這個 反拍鎖定的範圍 不要 好 一個簡單的 喔又來了 連續兩板的扣殺 也很少再說加旋轉 就是發力 對 那 石川家純呢 你要往波塔的正所位呢 你一定要強調旋轉要增加 不然你的最後就被他 反攻回來 還有一分的領先喔 這次發球刻意發場 但是波塔就等在那邊 事實上 以石川家純齁 有時候還是要直線 直線打向波塔反手 一兩球 讓波塔稍微移動過來 再來變線 現在等於波塔就一直在準備中路跟右邊 又來了 所以波塔呢 打起來很順 他基本上 你位置沒有掉開 對沒有掉開 有時候呢 在技術上呢 就是心理戰要遠 那現在波塔已經習慣了 你打的位置是偏我右邊的 我當然有注意力完全在這邊 所以直線的反手位呢 當然要大膽的嘗試一兩球啦 所以石川還是要冷靜下來的 因為也可以看到波塔站的位置已經 慢慢再朝更中間去 還要顧他正手這個地方 又是中路 4 6 哇 結果 跟潛羽有點像喔 一開始都是石川家神打得比較出色 但是來到中半段 卻被波塔硬是壓了過去 好 石川家神的發球 看這兩球啦 應該是可以進攻的 只要有短球 大部分都是 太長了 太長了 第一發就出台了 所以波塔 接發就可以進攻了 打到這個石川家神 到底要用哪一個戰術 還是自己比一下啊 他的頭腦齁 應該要發短球啦 因為波塔接發短球都是 一般的 這個處理就很簡單的齁 應該是不難的 不難 因為想要擺短 其實波塔畢竟技術沒有那麼細膩 都還是會稍微長一些 他基本上都是一個送 長球過來的 他的發球 就有質量了齁 現在波塔呢 發彎球的搶攻就 喔好球 波塔的反拍又開始 它能打不到 波塔說 妳打我正手沒關係 我就等著那邊壓力 還是要提到石川家神阿 往右一打的時候 可能就是所謂的直線喔 反手位 要打開 這樣的話波塔因為本身他的步伐不是很靈活 開始急躁了 想要打翻走位的時候想要一拍打死波塔 結果反而自己發生了失誤 現在波塔仍然是維持四分的領先 輪到石川家純來發球 還是必須要把握住自己的發球機會 反球搶攻 對所以反球一定要拿下來 當你呢進攻這個成功率多的時候呢一定會影響 波塔的揭發球 所以我想這個 最有機會的就是發短球之後的進攻 對發短球 哇這就是 想要直接拉中路喔 今天進球率沒有那麼高喔 這個應該對自己 所謂的穩定性是影響太大了 戰術沒有問題了 現在波塔 10比6第三局有四個局點 喔喔盤手 還是被波塔硬硬擋回來啊 結果 這一局的比賽當中呢 波塔又是從中半段開始壓制住的石川家純 11比6拿下比賽的第三局 現在波塔反倒是取得2比1的領先 的現場 2014年女子世界杯的季軍戰 反倒這次地主選手劉佳 昨天的比賽 八強戰他跟 中國的李小霞上演一場激戰 最後很可惜 沒有辦法上演奇蹟 完成逆轉秀 所以現在 還是來到場邊觀戰 這是石川家純跟波塔 第四局的交手 目前 日本選手暫時以 第一局之差落後 第四局要先由石川家純來發球 好球喔 第一個還是 打向 打向波塔的中路 對 要快的節奏 這個落點 怎麼樣 突然間的 中間位置 還是拿分 二比的領先 這一局石川家純上來的眼神 好像變得比較堅定一點了 但是 這一分還是被波塔 這個 確實匈牙利這位選手的反手的力道 特別強 好球 三川不會見那麼高啊 突然這樣偏高啊 應該是十川的失誤 結果反而是讓波拉也嚇了一跳 對 先短球 如果能夠互相的 以短球做一個對抗的話 當然就是 十川的優勢 剛剛看到世界環境第一的叮嚀也在場邊 準備等一下登場 在冠軍戰要對決李小霞 不過這一局一上來 十川家純的進攻 有慢慢找回他自己的節奏 對 丁妮現在來到場邊 這也算是前輩 大姐姐 跟劉佳稍微聊天 兩位畢竟也都是左手橫拍打法 有一些可以討教的地方 5比3 現在場上的波塔 稍微把塔分數給追進 好球 八球 第三板的進攻 這是十川家純一定要掌握的機會 好球 再次的得分 我現在落點 感覺打得比較清楚 去影響波塔 發米西 自己沒有打好 突然 應該是說 沒有打中球的事情 現在打起來應該是 好像有點放棄的感覺 也沒有特別 注意 想要多跟十川多打幾個來回 都是兩三拍就直接接球出界了 有時候落後太多分 你看這個球 接發球上就感覺 做一些改變 事實上也不是他的 接球的方式 最後呢 十川家純直接 發一顆長球 鎖定第四局的比賽 十比三 這一局 十川家純的 打法變得更有侵略性 也更加主動 讓他把戰局給扳平 前面四局打完 現在雙方贊成了2比2的平手 歡迎再度回到轉播的現場 2014年女子世界杯 在奧地利的臨時舉行 那麼這也是世界杯 第一次在亞洲以外的城市登場 那匈牙利的選手 波塔呢 也算是不負 這個歐洲球迷的期待啊 總共在四強當中有佔有一席之地 變對到十川家純的比賽 雙方在前面四局打完了 各拿兩局 所以變成剩下的比賽 是一個三戰兩勝的狀況耶 看誰先拿到兩局 就能夠取得 今年世界杯的第三名 對於兩位選手來講 這都是生涯參加世界杯 最好的成績啊 第五局呢 開局可以看出波塔呢 連這個斷球呢 就直接進攻了 他也知道 第四局呢 輸就是太被動了 一開賽呢 是讓波塔連續帶走了兩分 看一下十川家純要怎麼樣利用自己的發球 把局面給搬回來 對 就是發轉球 進攻的這種戰術呢 只要 要徹底的執行 我想對 十川是很有利的啦 直接去拉波塔的 正守衛 對一般來講 就是發偏左偏右 兩邊的短線 不需要說 突然長球 這個 哇 終於打開了 落點了啦 也可以看出 這個 十川的最後一板球 是一個 反手的大角度 波塔連動都沒動 只要你讓波塔移動的話 以他步伐 跟不上 移動範圍不大 對 好球 這個是擊球的 球桌的中間 來拿分 波塔對於這一局當中 十川家純呢 不斷的變線了 其實顯得有點棘手了 三比三 雙方現在再度的打平 輪到四川家純的發球 好球 對 有這樣的 有在 直線 所謂的 反手位的位置 給他 你可以看出波塔呢 就會稍微 注意了 他的右邊 大概就會出現一個 控檔 連續的三板球 其實打向三個不同的落點 對 完全是 調動波塔的步伐 哇 是板球 板球對 十川是非常有利的 剛剛是左右 現在是前後 所以波塔 雖然說看到有機會出現了 但是腳步上面晚了一點點 也讓他再掉一分 十川家純 建立起了兩分的領先優勢 輪到波塔發球 哇 連幸運之神都站在十川家純這邊 波塔的情緒感覺有點受到影響了 那也沒有暫停的前例了 他在第二局就把那個 一分鐘的時間用完了 對 大概可能有點 心情上受影響 對 哇又是短球 稍微長一點點 是十川家純的機會 哎呀可惜了 這個 慢慢把主動拳撐過來了 這個位置 他也太急躁 想要壓正手 那 這個球看起來 你壓正手呢 我想波塔還是殺回來 這個已經等在那邊 所以 有時候 時機要抓得對 實現 反手位也可以多打幾個來回 還是一樣 所以 當然 從比賽的過程 選手的 每一球的冷靜 這是非常重要的 對 還剩下 最後一分的領先 石川家純 必須要想辦法 守住這樣的局面 這邊當然還是要跟您 再說聲抱歉 因為 這個轉播訊號的關係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 畫面停格的 狀況 那我們也會 繼續的 幫您這個解決這樣的問題 希望等一下不要再有類似的情形發生 現在雙方在場上是 戰成6比6的平手 輪到波塔的發球 波塔呢 波塔呢 在剛剛的發球分當中 是先拿下來 所以現在場上的比數變成了 7比6 那 在波塔領先1分的情況下呢 石川家純呢 決定要喊出暫停了 對 當然對石川來講 這一集呢 非常重要 那 如果能拿下來的話呢 就等於 聽牌 對 那當然對石川來講 如果可以的話呢 拿下來的話 就可以很多戰術的執行 所以趕緊也利用到這樣的機會 來到場邊 稍微討論一下 對於石川家純來講 其實在 在第四局裡頭 或說第三局的前半段 都有把他 這種發球搶攻的策略給發揮出來 那現在就是說 能不能夠持續的運用落點上面的變化 去影響波塔 整個一位 真集球的穩定度 對 對 石川家純 如果發球上 事實上 不需要強調說 一定要有長有短 你只要發的球不出台 所謂的短球呢 波塔 接發球上的 威脅性很弱 應該要掌握這個部分 回到場上 現在波塔 有這一分的領先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看一下石川 哇 這一分相當可惜喔 感覺中路的那一晚有點擠到波塔了 好 現在落後的石川家純 兩次發球的機會喔 是不是要側身 因為以石川的側身進攻呢 是較有威脅性的 跑高 跑對 短球就可以了 進攻了 哇 這拉球 確實完全 挺猶豫的感覺啊 他應該要設定喔 一出手 基本上波塔不會接短球啦 基本上都是長球 三分的差距 哇 現在改變 發球 事實上你發長球呢 你對抗上呢 就是波塔的反拍 他是有非常強烈的一個進攻的 波塔現在 10比6 在比賽的第五局當中呢 取得了四個局末年的機會 那當然又輪到波塔發球 局勢對他相當有利 連續的進攻 哇 結果 正手扣差 想打中路 也沒有能夠打進 這分石川家成守得相當精采 不過還有三個 對手的局末點要來化解 嘿嘿 當然 波塔第二次發球 好球 先轉球控制 哇 真可惜 審穿自己的失誤 正拍這邊被波塔給守住 所以石川想要再打中路的時候 也沒有成功 最後第五局的比賽呢 是讓波塔拿的下來 所以局數上面現在波塔3比2 取得聽牌優勢 回到轉播的現場 可以看到地主球員劉佳 也沒有賽程了 現在是嘉賓的身份來到現場 觀戰 心情當然是比較放鬆一些 我對劉佳來講 昨天沒有能夠寫下歷史 蠻可惜的 跟李小卡一路收纏到最後的第七局 還是被中文元首帶走最後的勝利 現在看到場上 歐洲球員波塔 來自匈牙利的這位好手呢 有機會 寫下屬於自己的新紀錄了 3比2 一局的差距領先石川家全 現在比賽來到第六局 石川家全齁 非常關鍵的這個進攻啊 他還是一直出現的失誤 也讓波塔在這樣比賽呢 先拿下 第一分 又是一個 感覺有點太急躁了 很想要 一拍就能夠把對手給 打死 輪到 波塔發球呢 對石川呢 更加有壓力了 這次是波塔想要主動變線了 結果沒有成功 對 事實上如果 以反手對反手 也很少看波塔會產生的這個出界 這時候可以看出 因為波塔的這種 反手會發球 你也沒辦法打哪邊 因為他站在中 球桌的中間 那 反而現在讓石川家全揭發有點猶豫 對 不知道送到哪裡才對 最關鍵就是 石川家全發球之後的搶攻的成功力 這個是很重要的 現在距離慢慢拉開了 這也是波塔比較擅長的距離 對 又打向波塔的反手 當然 反手呢 就是最適合他發力的動作 又是位置打錯了 對 這次在 波塔這邊 你防住了 石川第三板的搶攻之後 接下來軍兵就慢慢倒向他這邊了 好球 直接拼長球 對 多打一些 偏右的一些球的弱點 哇 這個位置他就 比較沒辦法造成旋轉 波塔的表情也想說 哇 沒有想到會是這樣子 哇 送一分了 對 發球送分 波塔的發球失誤 讓石川追到剩下一分差 哇 而且接下來這個發球 因為前面發短 沒有發過 我這次發太長了 這兩個發球對波塔來講蠻傷的 對 應該是 屍氣正好的自己呢 打了亂掉了 那石川 對發短球搶攻 比賽打到這個階段 也是考驗兩位準手的穩定性 前面一局的比賽 其實石川家純有機會拿下來 但關鍵的時候自己亂的正腳 現在也是考驗到波塔 有領先的這個聽牌優勢 但你要怎麼樣 繼續把自己的優點給發揮出來 4比5 石川家純又追到只剩一分落後 有 跑車 這個應該是波塔自己也覺得 他位置送錯的位置 因為畢竟呢 石川家純他不會去測開 他一測身 失誤力那麼多 結果你送到他的正手 當然他就 以他正手拉球 當然是質量是比較高的 哇 反拍 波塔掌握主動權 對對對 反拍對反拍喔 這是今天 今年的比賽當中 波塔 相當重要的一個武器 他的反手拍真的很穩定 而且準確率又高 所以這次又是主動的去調動石川喔 讓他取得領先 好的那目前當然也因為 傳播訊號的關係喔 所以使得 畫面有點中斷 對 這個 這邊要再跟觀眾朋友說聲抱歉啊 那當然 等到訊號又恢復正常了 我們也會繼續為您帶來最新的戰況 這樣比賽打到目前為止了 波塔 真的發揮得相當出色 也不難看出 今天 今年確實有這樣子 打進四強的本事啊 對 如果 以現在來講 波塔 已經佔 佔有點優勢 那畢竟呢 波塔也掌握住呢 他反手的擊球動作 那 石川加傳如果你打向右邊的話呢 他右邊的所謂的 反攻能力也會非常的強 對 因為 前面一開始 有被石川調到 但是 波塔場上調整的能力也算是蠻不錯的 我現在看到場上的比分變成是 7比7 所以 石川來到 第六局的後半段 他也知道這局再輸比賽就結束了 對對對 好現在輪到 匈牙利波塔發球 右邊 他先 還是 先打 打向 波塔的 右邊 讓他移動 石川加傳 1分的領先優勢 哇 反拍的 一個加力的拉球 好 變得是波塔去壓制住石川 讓他不知道要怎麼轉邊才對 事實上 在 比分來到8比8 最後的關鍵這3分呢 石川一定要果斷 那以石川來講還是 還是 發的短球之後 就是撤開的進攻 是不是很果斷的去 不敢側身 可能就比較 不利了 對 因為 石川加傳的拿手武器就是 這一板的正手 好 那你一直考慮一直猶豫 你是不是就是 希望說波塔你自己 失誤 在這一局裡頭 我說從前一局的後半段開始 石川幾乎都沒有什麼 測身的攻勢了 8比9的1分落後 石川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對 對啦 這一板球呢 應該要用 因為每個選手 有每個選手的 所謂的優勢 一個主要的打防 最有力的側面 那以乒乓球來講 當然分數都差距 一兩分 那你的執行戰術一定要果斷 果斷 那現在當然面對的波塔的發球 對石川是比較不利的 反手發球 哇 石川家純這次的揭發相當精采啊 這個太突然了 再看一次慢動作 地板反手加壓 讓波塔只能夠 把球給送回去了 現在石川家純逼出了 第六局的局末點 有機會把戰線給延長嗎 哇 漂亮 一個揭發球的變化 然後下個第六局 9比9之後呢 連拿2分 石川家純以11比9 拿下了比賽的第六局了 前面六局打完 現在雙方 贊成3比3的平手了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欣賞決勝的第七局 第六局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在女者世界盃 決賽階段 第一場轉播 今年的季軍戰 就散演了一場七局大戰 日本選手 石川家純跟匈牙利的波塔 前面六局打完 難分宣制 有沒有感覺上波塔 好像來到第六局 氣勢上面已經壓過石川家純了 但是這位 日本球員 硬是不可能放棄 來到比賽最後的階段 等於是 背水一戰的情況下 反而把他的強攻 球風給打出來了 對 那 關鍵的 尤其揭發球 突然性的一個加壓的處理 決勝第七局 現在也沒有什麼好保留的 OK 那 這個波塔來講 他也應該 要特別注意 短球上要怎麼去 做一些進攻 這個球很可惜 靠身體 偏右的位置 還是影響波塔的 這個擊球動作 對 現在石川家純的氣勢整個上來了 在關鍵的第七局 連拿兩分 二評的開局 發球拳還在他的手上 有機會繼續把差距擴大 喔 漂亮 這個可以看出 波塔呢 退中台的這種 反攻能力呢 相當出色 對 這已經完全沒有在顧下一板了 對 這是要 全力的側身去搶攻 撤開 一定要撤開 哇 戰士的 正手的搶攻 這就是 石川家純呢 應該有 戰 擊球的果斷 這個戰術就是他最拿手的 對 看得出來 一位的輸真的非常快 一般來講就是 前一局 感覺上要輸了 贏下來 所以 士氣就跟上來了 對 你可以看他 這一局當中的正手拍的發揮 真的比前面幾局 打得要流暢 動作感覺也比較敢做出來 我這一分呢 是讓波塔拿下來 現在雙方保持這兩分的差距 4比2 輪到石川家純來發球 好 發球 好球 好球 這個就是 石川呢 做一些 正手搶攻呢 影響波塔的接發球的路線 這明顯的呢 也是石川已經逮到 早就等到他的這個直線球了 那雙方要換邊 那還是 石川家純的發球 5比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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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 波塔真的 也 不知道該找誰出氣才好 因為 又是一個幸運的 插網球 讓石川家純 再拿1分 我今天 在場上 球運的確實 石川家純是比波塔來的好一點 對對 好 反手發球 看能不能搶攻啊 哇 漂亮 全面的進攻 日本選手 越打越兇喔 對 所以 在 比賽的關鍵時刻 可以看出 進攻呢 是唯一最好的打法 所以這個 感覺上 匈牙利選手 都是在防守 哇 都是在防守 看石川家純打球 好像 前面6局的憋了 這一口氣 總算來到第7局 整個發洩出來了 正反拍的發揮都相當精彩 讓波塔 現在真的是 越打 越被動 哇 整個 應該是 石川家純呢 贏了這場球賽了 對 跟第4局的狀況有點像 波塔現在有點自己打到放棄的感覺 這個 在 士氣上 被壓制住 也沒辦法談到什麼戰術 所以球賽就是這樣 你每一球每一球呢 基本上一定要 非常 嚴謹的拿分 看看波塔這兩個發球局 發球分 能不能夠有所作為 喔 好球 好球好球 防得很好 波塔還是 先拿下的第4分 對 我剛剛 這個 看他在接發 好像有點這個 接得比較隨性 但是自己的發球分 還是要掌握住機會 也還沒有放棄啊 1 1 1 2 現在 10 4 石川家純的 銅牌點出現了 這是他第三度挑戰女子世界盃 有機會寫下個人生涯最佳紀錄 那發球直接就拿分 揭發下網也讓石川家純 最後 在原本呢 2比3多號的情況下 連桿兩局 11比4拿下決勝的第7局之後呢 4比3 立刻了 匈牙利選手波塔 那當然 對兩位球員來講啊 這個 今年不管是拿到第三名 或是第4名 闖進4強 都是生涯最佳的表現 那也 恭喜石川家純 拿下了今年世界盃的第三名 當然比賽結束的同時呢 還是要請主要賽哥們分析一下 這一場球 石川家純呢 從前面一度 落後 甚至是有點被波塔壓著打 但是最後一局 能夠放到這麼出色的關鍵在哪裡 對 在石川家純很明顯的呢 打到第7級的時候呢 整個打法上就明確 尤其他發揮他應有的正手的搶攻 而且非常的果斷 那也讓石川家純拼命的得分 那相對的呢 落敗的匈牙利的波塔 他在處理揭發球這一部分 尤其短局的處理 還是他的比較大的一個缺點 那處理過氣的球 基本上都是讓對方做一個進攻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是輸球的主要原因 對不過 從波塔這個打法看得出來 這個也是中華隊以後 在國際賽場上 必須要小心的一個對手 因為反拍 在今年世界盃的發揮 真的相當出色 那當然這邊也要請觀眾朋友 再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廣告鬼蘭 要為你帶來今年女子世界盃的冠軍戰 將由兩位中國選手上演龍爭虎鬥 丁玲要出戰李小霞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